英国人为何热爱王室 对于花钱如此大手大脚的王室 竟有超过八成的民众 支持保留王室 那么英国人为何如此热爱王室呢 王室等于苏格兰英国北部的苏格兰地区 自古既来并不是英国的领土 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存在 两国在中世纪时期还发生过多次大型战争 苏格兰更曾被英国占领 后来被苏格兰人民揮翻 160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驾崩 而她却没有任何直系新术 最终王位就落到了她的表直孙 当时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是六世 因此他就此成为英格兰 苏格兰和爱尔兰三帝的国王 联合王国的雏形就此出现 而英国对于苏格兰的治权也由此开始 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 英格 英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 因为詹姆士继承了三帝的治权 英国王室自此获得了对苏格兰管制的法统 倘若英国王室被废除 英国政府将在苏格兰问题上 便得名不正 言不顺 继而在原本蠢蠢欲动的苏格兰独立问题火上加油 对英国的统一造成更严重的冲击 英联邦老大二战后 英国的殖民地纷纷独立 英国政府遂推行了英联邦计划 将53个海外属地或前殖民地组成一个共主邦联 以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最高元首 透过对成员国内推贸易优惠 作为在后大英帝国时代维系各国 即保持英国国际地位的一种手段 目前 英联邦内有16个国家奉英女王为名义上的元首 如果英国王室被废除 英联邦的合法性将会大大降低 解体几乎无可避免 英联邦气灾难发生时 化身心灵支柱英国王室的存在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解社会的怨恨 有助疏导沸腾的民情 更有助团结 国民 立美国歌手亚利安娜 曾在英国伦敦曼彻斯特体育场举办演唱会 却遭自杀炸弹攻击 造成22人死亡 100多人受伤 其中包含许多12至16岁的青少年 英国女王在案发后第三天 亲自到曼彻斯特皇家儿童医院 探视受伤儿童并未问医疗人员 此外 伦敦格兰菲塔公寓大楼 6月14日发生火灾 造成79人罹难 幸存者的家园毁于依稀 心灵上更饱受与心有天人永隔的折磨 女王与孙子威廉王子在灾后第二天 动身前往灾区探视灾民 让灾民能够抚平伤痛 格兰菲塔公寓火灾灾难发生时 王室的亲民行为 能带给受害者及民间心灵支持 从而给予他们一定的信心 让他们有能力度过难关 相当于外交使节英国王室成员 除了在英国国内履行王室义务之外 他们也肩负类似于外交使节的重担 出访各国进行文化交流 出席慈善、公益活动、力挺各项运动赛、市等 有时候基于英国政府的立场以及国际形势 政府首脑或重要官员并不出席某些国际活动 但又担心因此而影响了与举办国的关系 这时王室成员便成为外交润滑剂 派遣王室成员出席或出使 既可让英国政府保持一定立场 又不会得罪一些国家 可谓一举两得 安德鲁王子最好的例子 是近期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英国跟美国一样 都不派遣高级别官员出席 但英女王的儿子安德鲁王子 作为英国外交团团长参加进博会 此举左右逢源 既与美国欧盟立场一致 又不失利于中国政府 王室收入并不主要来自民众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女王和王室 在2017分之2016年度的官方旅行费用 约450万英吧 黄室成员的14次火车私人旅行花费约28万英吧 每年王室运作都要花掉两亿多磅 那么黄室收入从哪来呢 黄室收入来源可以分为三种 私有收入 黄室专用金 以及黄室拨款 私有收入 主要是指女王的个人投资和所继承的两处私人宅底巴尔莫勒尔堡和桑德林汉姆别墅 巴尔莫勒尔堡根据《泰晤士报》报道 英国黄室的私有收入就高达3.3亿英吧 而英国黄室也有为这些投资所的缴付税项 成为英国政府其中一个最大的纳税人之一 因此 黄室的私有收入 反而成为了英国政府其中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接下来再说说黄室专用金 这其实是一块叫兰卡斯特公爵领地的收入 其领地是指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超过1.8万公项的土地 房产和其他资产 黄室对这块领地没有处置权 只有管理权 即此获得领地的净利润 领地无需缴税 但王室却自愿缴那收益所得税 南卡斯特公爵领地 每年利润有1250万英吧 而这笔钱通常被王室用来支付私人和官方开销 其中包括个亲王和公主等王室成员的费用 此外 这笔钱还被用于对王室承保的日常保养维护 最后一种收入 是英国国会每年都批给王室的王室拨款 用来支付皇室员工的薪水 出公差的旅费和皇宫的维护成本 这笔钱的额度每年都会浮动 今年是8200万英吧 王室拨款总额高昂 探平均分摊后 王室去年只花每位英国纳税人65便是 约合人民币5元左右 由此可见 皇室支出只有很少的部分 是由民众承担 而王室财产收入 反而成为英国政府的重要税源 因此 英国朝野很少有人支持废除王室 王室可以作为英国的名片 除此以外 王室为英国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 英国旅游机构的报告称 王室形象能够每年为英国带来接近5亿英镑的旅游收入 3000万富英游客中 有580万人至少参观了一座王室城堡 王室一家人旅游业是英国第三大产业 据英国旅游局称 旅游业总共为英国带来 260万个工作岗位 相当于英国每12个工作岗位中 就有一个来自旅游业 而王室就贡献了当中的六分之一 可谓与英国就业率 有着同生共死的关系 再者 英国王室有着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皇室成员的一举一动 动辄成为传媒焦点 以威廉王子天丁一事为例 各国传媒每天都报道其中细节 全球民众的眼光都集中于此 国际地位越来越低的英国 也能借此够挽回一定的声望 入群 投稿 转载与商务合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